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这样调整之后 师妹你就不要用按错这样理由来演示你的手残啦 诶 谁把灯关了 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的游戏基本上都是以女性角色为主 希望天气节能多出现男性角色 最好是那种有男子气概的美男子看腻了 啊 美男子竟然都会看腻的吗 小师妹天天面对我咋就看不腻呢 竟然还有19个赞 这果然是个充满哲学的时代 少侠们的加速需求必须满足 来 记号安全带看我石轮功第一车神的实力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上面这些都是小师妹的男朋友 太不要脸了 我都没有说这么多美少女是我老婆呢 第三个问题 少侠们提出 i33有些违和 不知能否改成甲鱼饼钉 1234等等 包括不限于这种类似带有强烈鼓风味道的病急 感谢少侠的建议 文案组也十分重视大家的反馈 目前已经着手调整描述文案了 但据说文案组因为这个问题 互相打得你死我活 估计打到最后 还剩哪个大佬活着 就是他的作品了 所以少侠要是有好的想法 欢迎提出啊 已经人手不足了 不能再倒下几个了 不是 我说你这茶馆水放的是不是有点多啊 来点干货啊 不然下期没人来了呀 就你话多是不是 是不是皱眉挨够 嗯 终点的内容肯定是压轴登场啊 手册结束后 很多少侠提出 游戏没有配音感觉差点意思 所以呢 今天就为大家展示一小段游戏配音后的片段 少侠们一起评评吧 是个小兄弟啊 还好不是西夏兵 真是吓唬一跳 啊 抱歉 惊扰到姑娘了 不是姑娘为何躲在这里 莫非 你就是西夏兵正满城搜捕的女贼 女贼 多难听啊 我只是和他们借用一下某物 没想到那西夏军统领小气的劲 竟因此下令关城 怎么 你想去给西夏军通风报信 好领赏吗 这让人肾上腺素激发的声音 爱了爱了 少侠们要是有什么关于配音的建议 也欢迎在本期视频下方评论哦 那今天的解答就先到这里啦 如果少侠们喜欢这个栏目的话 还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哟 另外由于是可惜和和的第一期 所以如果点赞数超过2333的话 大师兄将你状为大家主持下一期节目哟 什么我不做人了